引起卵巢早衰的原因有哪些? 白昌明、妇科、主任医师 有遗传性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染色体疾病的一个原因 还有卵巢的手术 就是医院性的原因 我们现在做手术的话 作为卵巢囊种 牵扯卵巢的手术 我们一般都采用剥除 不电凝 电凝的话对剩余的卵巢组织 会有一个破坏 这样的话会医院性引起的 一个卵巢早衰 比如说做完手术 患者不来月经了 卵巢功能下降了 我们采用缝合 这样的话 其实不医院性的原因 也可以做到一个避免 同时患者还引起一些 合并内分泌的一个疾病 比如说红斑狼疮 加创线功能减退 这些疾病 可以引起一个卵巢的一个早衰 因此我们做到一个对症的一个分析 作为一所要做的就是 避免因缘性的一些操作 患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个 就是红色早衰 专家提示 一 遗传性的原因 二 医院性的原因 三 合并内分泌的疾病 炸 炸